所作无荣 荣是荣死 自在无爱 他们有障碍 这叫通了 神通有六种 这是佛教的名词 称为六通 即虚面通 天元通 天耳通 他心通 神族通 于露见通 那么词六通中 第六为圣 指阿罗汉 六经通 阿罗汉之前 有前五通 没有六经通 所以前五通法 一生 一口等之 一生不是人 天道 出生道 物归道 地狱道 也有能得到的 三级主题 借口 以果报 而自然感到 前面五种的神通 甚至 鬼神 也有小通 但 不能得露见通 此露见通 为圣灾所镇 须断尽烦恼 方为露尽 这个露 是烦恼的代名词 必须把烦恼断尽 这个通 就陷进了 那 有烦恼 这个通 不能陷进 实在讲 这六种神通 是一切终身的 本能 那 不是修来的 本来的 修是什么 现在我们迷了自信 他有障碍 他不能陷进 我们只要把障碍除掉 他自然陷进 本能 智慧 神通 道理 都是自信里头 本来有的 金教律佛常识 心外无法了 法外无心了 心外无法 一切法 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 慧难大思开悟 他就说出来 他五句话 最后一句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是 人各于衷 那 是法 佛法 通通 包括在里头 从哪里 新生的 所以宗门 有一句话说 若人 舍得心 大地 无存土 这叫明心 见心 你只要明心 见心 整个宇宙 你全明白了 你没有 丝毫障碍 随佛教求 什么时候毕业 明心 见心 就毕业了 没有明心 见心 都不能没毕业了 用什么方法 戒定 会 三续 戒 是守规矩 你不守规矩 你得不到定 得到定 定就可能开会 开智慧 它是这么来的 那么方法里面 头一个 就是要信 信为道远 功德母 那你不信 就没办法了 你跟佛 就没有远了 而且要真信 要信得确定 不能有丝毫 不能有丝毫怀疑 叫真心 那我们修净土的 一定要真正相信 极乐世界 真有 阿弥陀佛 真有 这个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建立的 他怎么建立的 前面我们都到了 他是慈悲心 特重 想帮助 一切诸佛 插土里面的 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 太可怜了 迷得太深了 帮助他们 能够在一生当中 都能真的 佛苦 可不可能 理上讲得通 为什么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就凭这一点 能令一切众生 快速成佛 有的本来是佛 本来不是佛 那就麻烦大了 那就难了 本来是佛 要怎样帮助 要有个最好的 修学环境 一般人修行困难 要长节 无量级修行 都是环境的障碍 为什么那么好的环境 所以 阿弥陀佛知道 我一定要给修行人 创造最好的环境 最好的环境 让他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学习 他不生烦恼 那成就就快了 成就就踏实了 还要会起心动念分别 只是这麻烦就大了 他造这个极乐世界 是为我们造的 他早已经成就了 他在那里住持 干什么 摄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在《弥陀经》上讲的 阿弥陀佛在基督教干什么 经现在说法 这个话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去体会 佛教是教学 那不教学就错了 那《弥陀经》是深教 《弥陀经》是研教 三叶业都在教导啊 深行研教啊 他到中国来 是中国帝王 把他公公运进 亲来的 亲来之后 跟我们中国这些《弥道》 一接触 我们中国人佩服他 他教学的理念 教学的方法 我们全部接受了 《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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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用真诚心 用恭敬心 用亲近心 你才能学得到 你的心不真诚 不恭敬 心不亲近 都没办法 所以学习 必须有这三个条件 成功失败呢 那就是 老实 真干 听话 能有这个 禀 禀 禀 好 这是什么 是圣贤的根啊 佛菩萨的根啊 你有这个根 再有这么好的 学习态度 没有一个不成功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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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陀佛